南越中学即将在今年8月 全面实施民主实验教育 因此在24号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生跟家长都穿着传统服饰盛装出席 具体实践多元文化跟族群平等 落实学校部落化 部落学校化 我们把日渐四位的部落教育 跟传统生活智慧文化语言 希望能够来第一的传承跟复兴 如果没有社区的协助的话 也许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要先合作 对 所以社区要投注一样的重视度 在民主教育这一块 相信就可以长久了 典礼上师长跟校友勉力毕业生 进入全新阶段 要积极参与部落公共事务 甚至跨出小岛走进世界 成为正正的雅美达物族人 看到现在的蓝宇就是改变很多 改变的地方可能有一些 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太妥当 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伤害 然后想说出去外面学一些 学更多东西来武装自己 然后自己再回来帮助蓝宇这样 文化上给他们的指导跟给他们的一些教学 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的老师 甚至其实蓝宇的孩子都很棒 六月毕业季同样也是 雅美达物组的农作丰收时节 消方表示 期望毕业生带着丰硕的文化教育果实 继续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原始新闻小门打盛台东蓝宇采访报道